在《新世纪福音战士》新剧场版《钟礼》 定元坛使用尼布贾尼萨之药 舍弃了人类的身份成为了伟神 使自己能通过《家夫之门》进入赋宇宙 引发第四次冲击 尼布贾尼萨之药和《家夫之门》 在动画里虽然出产次数不多 就是一闪而过的概念 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也是非常关键的道具 这两个东西并不是安野老贼原创的概念 而是真的来自死海文书中记载的 伟金以诺书 而现实世界中也真有人 为了完成人类补完而不顾一切的 想穿过家夫之门成为神的事情发展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现实中的人类补完计划和补完计划 带来的灾难 大家好 我是老柯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 并纳不住 旁边是伟神小仙 大家好 好 要讲现实中的人类补完计划 我们就得先讲讲人类补完计划的来源 人类补完计划这个词是安野老贼自己造的 意思就是补权人类不完美的地方 这么一个意思 让人类变完美 我们人现在是会生老病死 有喜怒哀乐的 但是经过补完之后 人类就可以缠身不老 全知全能 那就成啥了 那就成神了对吧 对 其实人类补完计划其实就是个造神计划 这个词儿虽然是安人野老贼自己造的 但是也是有原型的 原型还真就来自现实中的死海古卷 在死海古卷中记载着一部伪经 以诺书 以诺是亚丹的第七代孙 根据圣经篡世纪记载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 然后上帝创造了亚丹和夏娃 因为亚丹和夏娃偷吃 经过被逐出伊甸园后 亚丹夏娃才成为了人 之前他们其实是更接近神的 他们成为人以后 也就不再能和天堂沟通了 到了以诺这一代 也就是亚丹的第七代孙子 到了以诺这一代 以诺就是个例外 由于他特别的虔诚 就被上帝选中了 作为补完计划的目标 说白了就是让他成为神 据记载 以诺与上帝同行的365年之后 被上帝接走 进入了天堂 成了神 但是在圣经中 并没有记录 以诺和上帝同行都经历了什么 那上帝如何让以诺成为神的 就都在这部以诺书里 所以西方就把以诺书当成伪经 因为他们认为 除了上帝 不能有别的神 根据以诺书记载 上帝赐给了以诺一把钥匙 天使之钥 以诺在天使展拉法伊勒的陪同下 使用这把天使之钥穿过了理解之门 见到了上帝和生命之术 在上帝那里 以诺得到了智慧和启示 在生命之术那里 以诺得到了永恒的生命 以诺书中描述 以诺使用天使之钥穿过理解之门后 被天使带到了天堂和地狱 看到了神圣的荣耀和邪恶的惩罚 得到了天使的启示 知道了世间的创造和结局 以及神对人的惩罚 审判 还学习了天文学 立法 自然现象 梦境 祈祈祷等等各种超自然的能力 理解之门如果放在东方的这个思想体系当中 它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呢 理解之 慧根 慧根 不是 天眼 我觉得也不是 理解之门像什么 肚结 为啥会像肚结 就是我们中国 就是我们东方的神话理论体系里面 说说法就是你修炼多少多少多少年 你的慧根到到 你的这些能力等到多少多少 然后天呢 就会用一次结束来历练你 对不对 你通过了这次结束 就是就所谓的肚结 度过这次结束 你就能成为先 或者你就能成为更高一级的这个人类 其实理解之门也是这样的 以上呢就是经典里面记载的人类不完计划了 而现实中啊 有人说自己曾经拿到过天使之药 就差一点点 就能补完 就能渡过理解之门了 第一个差点完成人类补完的人 是十六世纪的占星术师约翰蒂 说他是占星术师其实不准确啊 他当时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 语言学家 寒海家 发明家 天文学家和占星家 并且呢他还是当时伊丽莎白女王的顾问 但是其实他是并不满意的 他非常渴望知识 他还想得到更多的知识 想象以诺那样与神同行 不过呢 此时他的研究却是处处碰壁啊 无奈的约翰只能是求助于神秘学 1581年秋天的晚上啊 约翰跪在地上祈祷 根据他的日记描述 他突然看到一道耀眼的官门 降落在他面前 大天使乌烈站在了他面前 给了他一个鸡蛋大小的透明的黑色水晶 乌烈对约翰说 你可以通过凝视这个水晶 并举行一系列的仪式与天使建立起连接 说完呢 约翰就醒了过来 大天使乌烈就消失了 他手里边正握着那个鸡蛋大小的黑色水晶 这个剧情有点扯 但是啊 这个故事 就是到这这段剧情 是他自己在自己的日记里面写了 也写在他的手稿里面 我们就姑且相信是真的吧 随后呢 他就和自己的助手爱德华凯莉 不停的每天开始举行天使 给他们说的那个仪式 每天都举行 两个人都啊 爱德华凯莉主要负责通灵和天使交流 而约翰呢 就主要负责记录和提问 根据约翰的笔记啊 在一开始他们会坐下来进行祈祷 经过一段时间的祈祷后 两个人呢 都能看到一道光 从水晶中飞射出来 并射在凯莉的头上 凯莉的意识就会被改变 他就能从这个水晶中接收到 天使发送过来的信息 两个人很快发现 在这种状态下 凯莉会看到许多的天使 天使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向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 任何问题天使都会回答 在一开始的通灵中啊 凯莉接触了七个星湖天使之一的阿卫 阿卫呢 现在两个人介绍了四个大天使 分别是尤里埃尔 在约翰和天使们交流了一段时间后 约翰开始问天使 以诺和上帝同行时 学到了什么奥秘 对于这个问题啊 阿卫这个天使头一次 就是不正面回答约翰了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耶和华向以诺显现 怜悯他 开了他的眼 使他能看见并审判世界 主让我们启示以诺如何得到智慧 以诺呢 则对耶和华说 愿人纪念您的慈爱 让那些爱你的人一同开智 不会忘记您的仁慈 于是以诺用五十天时间 将他与上帝同行时学到的知识 全部记录了下来 约翰再次请求天使 他能看到以诺记录的这些知识吗 伊拉玛斯是这么回答的 我不能给你同气 但是我可以给你那些书 同气是什么 能明白吗 约翰也不明白 之后的一段时间 他们继续祈祷 他就明白这啥意思了 他在又一次通灵中 凯莉突然报告说 他看到了一些奇怪的字母出现了 这是一些从未出现过的字母 一共21个 几天后凯莉开始看到 用这种字母组成的文章 这些文章都特别规整 全都是由49×49正翻新表格组成的 列有49个 还有49个这么一个表格 约翰和凯莉并没有弄清楚这些文章和这些字的意思 他们实在弄不清楚 但他们确信这是上帝使用的语言 因此约翰将他看到的这些文字 还有刚才那49×49的这个文章 命名为神言书 他也明白了天使那句话的意思 就是我不能给你带来统计但我给你看那些书 的意思其实是啥呢 天使不会给约翰直接看以诺所记录的知识 而是给约翰获得这些知识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啥 就是首先要学会神言 才能学会那些知识 因为这些文字是以诺用来发现宇宙秘密的语言 于是这些文字又被命名为了以诺语 而约翰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很明白了 学习这门外语 用这门外语去和神学习知识 在约翰研究的一年里面 天使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两个人面前 一年后的一天天使再次出现 天使这次出现 向约翰和凯莉一共传授了48个召唤仪式 天使那尔瓦吉这样跟他们解释 根据之前传授给你的教义 我要指导和告知你 这些教义包括在49表格中 其中有48种声音或召唤 它们是打开理解之门的钥匙 通过它们 你将有知识去移动每一个门 和召唤出你想要的 或认为必要的任何东西 它们能够很好的 正直的和明智的向你揭示它们的秘密 并让你完全理解表格中所包含的内容 换句话说 这48次召唤是打开理解之门的钥匙 是通完以诺所知道的神秘知识的钥匙 也就是尼诺书中记载的天使之药 这个召唤仪式只能用以诺语来迎删 但是最后天使纳尔瓦吉也告诉约翰和凯利亚 人不能贪婪 如果完全打开理解之门 将会带来毁灭 约翰在自己的笔记上是这么记录这句原话的 Coming of the end of times Coming of the end of the times 即使天使警告他俩 就是你做这个仪式 48个都做完了 你们会带来毁灭 但这两个人还是十分兴奋的 两个人就开始立即着手 进行这48个召唤仪式 你想自己 马上就全知全能 马上就成神了 能不兴奋吗 在仪式中 他们就得到了不同的天使的教导 从中他们不仅学习了 以弄语的发音词汇语语法等方面 还学习了以弄语的历史起源意义等东西 他们通过以弄语 还得到了关于宇宙历史未来道德审判方面的知识 以及一些超自然能力的知识 不过整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仪式前一段时间就必须开始缠时间的进食 就是饿肚子 缠时间的祈祷 边饿肚子边祈祷 还要沐浴更衣等等 反正是一系列很复杂的过程 都是大天使教他们的吗 对 我觉得以弄语这个词好熟 我感觉是在康斯坦丁 康斯坦丁就是他和天使之间的对话是以弄语 然后天使和天使之间也是以弄语 但天使会说人类的 以弄语就是神之言 所以天使要以弄语 也就是其实说白了 如果你会以弄语 你就能和神对话 总之就是非常复杂繁琐 即使如此复杂的过程 天使给他们这些人的信息 就是完成仪式了 天使来了 天使给他们的信息 也都不是完整的 或者清晰的 都是些不完整不清晰的信息 有时候会只会给他们一些断瞻取义 或者断断续续的字母或符号 都连不成句子 有时候呢 还会出现一些错误和混乱的信息 给到他们 他们花了大约三年时间 才完成了其中一小部分仪式 并且呢 还没有对接收到这些信息 进行任何的翻译和理解 饶是如此 在他们进行仪式的这三年里 两个人还是发现了非常大的变化 尤其是这个助手艾德华·凯莉 在那之前 艾德华·凯莉只是个不入流的炼金术士 但是经历了这些仪式祈祷以后 他就发现自己的炼金术士 突飞猛进 他甚至是赢得了 很多这种当时的贵族政要的青睐 很多贵族政要要举行宴会 都会邀请他来在自己的宴会上表演炼金术 而约翰原本处处碰壁的那些学术研究 也有非常大的突破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就开始对以诺语的研究发生分歧了 凯莉不想再帮助约翰·帝完成这个研究 因为整个过程对他来说太痛苦了 他觉得凭借自己现在掌握的这个高超的炼金术士 去哪个地方不能搞到钱 哪个贵族都排着队给他送钱了 而约翰·帝则是个坚韧的学者 坚持要完成这些研究 最后两个人分道扬镳了 自此两个人就开始走向悲剧的结尾 爱德华·凯莉在离开了约翰以后 就承诺给当时的奥地利国王鲁道夫炼黄金 结果在没有完成约定的这些炼制之后 被鲁道夫关进了监狱判处了终身监禁 在一次越狱过程中 被监狱的铁栅栏穿身而死 约翰·帝也没得好到哪去 他们俩分开后 约翰·帝就回到了英国 但是他发现他离开家以后 他的家就被传入了 他那些珍贵的什么图书资料 全部都遭到了破坏 他的许多珍贵的图书乐器都被盗走了 但情况比这个还要糟糕的多 在他离开这段时间 英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对他们这种非基督教或者信仰伪经的人 做法变得非常敌视 都把他们列为异教徒 约翰·帝发现自己无论到任何地方 都开始被排斥 被看不起 于是他又寻求到自己的老朋友 伊丽莎白女王寻求班主 伊丽莎白女王当时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把他送到基督学院的一个非常偏僻的位置上 担任一个非常小的岗位 不是那么重要的岗位 即使如此 他在那里还是受尽了同事的嘲笑和排挤 伊丽莎白女王死后 詹姆斯国安继位 詹姆斯国安就更加讨厌 像约翰帝这种异教徒了 约翰帝直接就被罢免了 还没收了他的所有财产 约翰帝在贫穷和耻辱中度过了他最后几年 我觉得这个事背后应该有教会的力量 应该是有教会的力量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下一个开始研究这件事情的人 就是共机会 三百年后又有人继承了约翰的研究 继承的人大家都很熟悉 共机会 共机会当时有一个分支 叫做金色黎明赫尔莫斯教团 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发现了约翰帝 在研究时做的手稿和他的日记 马上就开始组织人开始完成人类补完计划 其实共机会一直都认为以诺书是真实的 因为到现在共机会把自己职会场所的拱顶 就是最高点的一个地方称为以诺拱 意思就是啥 以诺是我们的最高目标 我们就是要成为以诺的 我们就是要成为神的 他们组织了一批青婴人士 开始研究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阿利斯特·克劳利的年轻信徒 他是个小天才 他当时和金色黎明教团的领导人 塞米尔 利德尔 麦格雷格 一起对天使之药和以诺语的研究 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他们甚至能做一些简单的翻译工作 甚至已经可以达到了用以诺语祈祷这个地步了 虽然离约翰帝他们还有一些距离 但是他们两个人都觉得自己马上就能够利用天使之药打开理解之门了 就在这个时候 理解之门带着他们的诅咒或者结束又到来了 克劳利就开始对塞米尔非常不满 觉得这些人太保守了 是阻碍自己发展的绊脚石 是阻碍自己进入理解之门的绊脚石 于是发动了政变 想夺取金色黎明的控制权 结果政变失败了 克劳利被逐出了英国 几年后他死在了鸦片和酒精造成的精神错乱里 而塞米尔在控制政变后不久 自己也被逐出了教团 最后神秘的死在了巴黎 不过两个人的研究笔记和研究资料还是都留了下来的 又吸引了不少的追随者 现在的这些追随者就来头就都不小了 比如说贾克成乐队 齐柏林乐队的吉他手吉米佩奇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也是他的追随者 米克贾格尔和大卫鲍伊 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都是克劳利的追随者 也非常相信以诺语 可以这么说 但凡与共济会有这么点关系的人都对以诺语非常崇拜 他们都在研究以诺语 只不过说是有深有浅而已 有的人比较浅 有的人研究的比较深了 比如说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始人 杰克帕森斯就研究的比较深 他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你想能成为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始人 那是多大的天才 跟前学生是他们俩是同学 杰克帕森斯也是以诺语的忠实粉丝 而且研究的非常深 帕森斯的同事甚至是能看到 他在进行一些火箭实验以前 会用一种奇怪的语言引诵一些东西 有的人肯定就是以诺语 杰克帕森斯37岁就死了 他死于实验室爆炸事故 现场调查人员得出结论 杰克帕森斯在工作中犯下了一些错误 将一些毅燃一爆的化学物质进行了混合 导致了大爆炸 结果把自己给炸死了 但是奇怪的是 据报道 现场第一个发现帕森斯尸体的人 却看到的是 帕森斯的尸体周围被一圈神秘符号所包围 像一个法阵一样 而这些符号就是以诺语 其实就有人猜测就是帕森斯到底是在做法事还是真的在做实验 按照这个说法他其实应该是在做48召唤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可疑就是他在死之前给克劳利写了一封信 但是克劳利还活着 帕森斯告诉克劳利自己正在进行一些通灵实验 并且自己感觉到自己离理解之门越来越近了 他在信里面写了一段 就是没头没尾的这么一个很奇怪的话 这段话是这样的 巴比伦今日已在地上化身 等待着他显现的适当时刻 到了那一天我的工作将会完成 我将随着火焰的气息消散 那就是他预斥了自己啊 预斥了自己的结局 所以有的人很多人就说他根本就不是做实验 他其实是 当时是在做祷告在做48召唤 结果因为什么事情自己被烧死了 也有可能他通过这种方式企图去穿过理解之门到达天堂 让自己的灵魂 你有可能 对 而且现在的很多这种乐坛 特别是西方乐坛的这种歌手 其实都是共济会的追随者 然后他们可能会 他们就是用这种 就是受到共济会的影响 共济会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之后 他们会在他们的歌曲当中 去添加一些某一些特定的节奏 然后以此来影响更多人的思想精神 取向价值观 这种能力是不是就是以诺语赋语的 我可能 然后但这个是共济会 就是有歌手站出来曝光过 但是这歌手后来也去世了 就是也被谋杀了 然后这也是共济会控制这个世界的一种途径 如果这么说其实共济会一方面在控制世界 一一一方面他们也在找着一些成神的路径 其实这么讲下来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越接近补完 就通过这些故事 你发现越靠近理解之门的人 越接近补完的人 就越容易出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来的都很诡异 这就像我们中国奇门遁甲里面所说的 就是看破天机必遭天前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这也一方面我觉得是说明了 我们老祖宗的智慧还是很有逼的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